马太福音三章十六十七节 耶稣受了喜随即从水里上来 天忽然为他开了 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 落在他身上 从天上有声音说 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耶稣为了进诸般的义 而接受约翰的洗礼 进的原文是达成完成应验的意思 而进诸般的义 这个义就是神的标准 所以进诸般的义 就是完成所有的义 也就是完成遵行天父一切的旨意 耶稣没有犯罪 他其实根本不需要接受约翰悔改的洗 但是当他为了进诸般的义 顺服而谦卑地接受约翰的洗礼后 天就为他开了 而且圣灵仿佛鸽子降下 落在他身上 这就好像是使徒行传五章三十二节所说的 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 一个顺服的人 天都为他而开 圣灵也要降在他身上 从天上有声音 这是天父的声音 这是我的爱子 是天父的宣告 表明主耶稣的神性 他到地上来 是为了彰显父神 我所喜悦的是承认再次 之前主耶稣在地上三十年的为人 完全满足了父神的心意 而他所要建立的天国 正是要把一切父神所喜悦的表达出来 因此我们都应该来听从他 我所喜悦的这节经文 表明当我们顺服遵行神的旨意时 就是蒙神所喜悦所爱的儿女了